歡迎收看東京走著喬,我是偉恩 今天的影片主題是東京車站周遭攻略 東京車站啟用於1914年 被譽為東京的錶玄關,也就是重要的出入口 是日本多條鐵路幹線的端點 可不轉成直達32個道都府線 車站的丸之內側站房 起訪西式的專造建築 更在2003年被登入為重要文化財 加入的方式很簡單 只要到我們的頻道首頁 在訂閱的左邊有一個加入的按鈕 在加入之後就會跳出訂閱的方案及說明 依照程序填入資料就可以加入會員啦 第一站帶大家到車站有名的地下街逛逛 地下街的腹地廣大 我們介紹比較集中又有特色的區域 東京車站一番街 這裡面主要有扭蛋、動漫商品、餐廳以及拉麵街 台灣YouTuber必來的扭蛋要下風 旁邊有多拉A夢 這邊美食街也收集了日本各地的特產 這邊是東京拉麵街啦 在我身後就是拉麵街所有的名店 總共有八家 逛完拉麵街我們來到另外一個區域 這邊是丸之內Grand Star 有近百家的服飾店跟餐廳 離開車站之後我們來逛逛車站的周遭 首先帶大家去兩棟鄰近的大樓 Kite以及新丸之內大樓 這兩個地方都是欣賞東京車站外觀的免費好地方 Kite位在JR東京車站的丸之內南口附近 是由過去的東京中央郵局改建而成的商業設施 目前有超過一百間店家 除了逛街、吃飯之外 推薦大家到六樓的頂樓庭園 可以近距離欣賞到整個東京車站的外貌 是拍照的好地方 新丸之內大樓就位在車站對面 從七樓走到戶外的PELAS 就可以欣賞到東京車站的絕美夜景啦 除了這兩棟樓的免費景色之外 在新丸之內大樓旁有一條丸之內重通 長約1.5公里 長長的石板路上 兩旁撞滿了行道樹 加上建築的風格 讓人有種置身歐洲的錯覺 整條路上有許多的商店、咖啡廳、餐廳等等 平日跟假日的下午時段 還會有步行者天國 可以直接坐在石板路上的座位 喝咖啡、聊天 非常舒適 如果你是冬季前來 還有機會看到這邊的燈飾 布滿了整條街道 延伸到東京車站前 還有特別的期間限定展出喔 除了逛街與車站外觀之外 附近區域還有一個必看的歷史景點 黃居 從車站走到黃居外院以及東玉院 大概只要5到10分鐘 外院這邊是東京熱門的跑步景點 很多人會繞著黃居跑一圈 外圈一圈大約是5公里 沿途風景超棒 沒有紅綠燈、安全性高、設施俱全 非常推薦給跑友 東玉院的話全年都有對外開放 是附屬於黃居的庭園 裡面保存了不少江戶城的歷史建築 可以感受到滿滿的日本氣息 這次介紹的區域比較小一點 因為東京車站周遭其實都很熱鬧 包含有樂丁、銀座、日本橋等等 都可以單獨介紹 就不把它們納入了 最後來列出一些周遭不錯的餐廳 可以自己選擇想吃的喔 餵在大手丁的Hot Spoon 家店的東橋還滿常來吃的 那咖哩比較不屬於一般的日式咖哩 比較有點偏向是湯咖哩的感覺 餵在東京車站內有供應早餐的麵包店 Birdie Gala 我們現在來到位於東京車站裡面 非常典雅的Lobby La Venge吃早餐 這家店的詳細介紹可以參考山手縣吃貨一日遊 在Tabiru Gala上有3.79高分 一樣位在東京車站裡面的法式料理 Point Line 比較靠近大手丁的高CP值定食 Kashimi 它的定食中餐都是1000元喔 以上就是東京車站的周遭攻略啦 我們下集見 掰掰 在東京車站裡 時機雅下集中 君子